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是4月27号到5月25号他们有一个试炼之塔 那条件规则跟之前都一样没有变 那他这边有一个每日任务就是你只要70世纪以上每天进试炼之塔打40只怪物 就可以去获得这个试炼之塔的这个奖励箱 那里面有龙之钻石1到10颗以及一个救护证书 那在这个试炼之塔的期间呢你只要去奇连出场找这个NPC 那拿着试炼之塔里面打到的凭证就可以去换到这些东西 然后光之手环啊这个肩甲就是左肩甲右肩甲都有 然后再来这伦提斯耳环 Snap戒指以及这个光之皮夹克这些都可以去兑换 好在下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图的调整 那这次调整的位置呢就是在妖魔村庄的下面这边 这块是原本就有了但是他现在做了一个调整 那这个地方呢他叫做波洛斯妖魔的战斗基地 有点类似黑骑士的战斗基地当然不一样 那这边的话呢他总共会有两个生怪点 那如果大家有在打王的话你就会发现 这个地方其实是树精常出现的这个地方 就是地图2021那边吧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呢他会出现这个波洛斯妖魔 就是新的怪物 那我相信强度应该是不会太容易啊 那这里会掉落的道具呢 包括这个战利品箱波洛斯妖魔的这个变身卡箱 以及这个波洛斯妖魔的图腾 那还有机会打到这三个东西 就是战士护身符 什么闲者项链沙哈项链 这些东西红布蓝布这个也是哦 所以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想象的说 这边应该会有新的boss出现啦 除非那只树精现在会掉纸装 那就很不一样了 那以后的话呢变成是说如果我们要练功 或许这两个点是可以走进来练功这样子哦 那这个波洛斯妖魔的图腾呢 我们可以拿去制作 或者是说兑换这种东西哦 一个是这个战利品箱 一个呢就是波洛斯妖魔的变身卡箱 那这个变身卡箱呢打开之后有机会获得妖魔系列哦 包括红色妖魔啊波洛斯妖魔等等的这些都会在里面看到 好那这个箱子呢战利品箱打开之后呢 有机会去拿到这些东西哦 当然这个是一个几率嘛哦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下面这个呢是老旧的精神腰带 这个算是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哦 老旧精神腰带 那金币的话是有机会拿到20万到500万 好那再来这个是韩版的活动啊 好就是这个跟之前他们的活动有所关系哦 实况组相关的活动 那这边会送30张的这个祝福富裕卷轴 好再来呢就是工程站的第二季即将要来哦 这不是职业改版是工程站的第二季即将来临 好那这是移民我们就不看 好那这次比较重要的礼包呢 就是下面这个波洛斯这个系列 它里面呢会给你22个这种石头 好然后三个硬币选择箱 以及这个最高级的变身娃娃选择箱 还有一个这个波洛斯的图腾 那下面这个呢是换过来嘛 就是换一下 这里的话呢会有随机10到100个纯百万能药 然后呢三个硬币选择箱 以及三个这个祝福富裕卷轴 好还有一个这个凭证 那这个凭证呢 它是可以换现实的收藏 好以憾服今天用的话呢 它可以用到6月22号 那能力的话就包括这个 所有的就是力量敏捷自力加3 或者是持续的伤害减免加2 或者是这个晕眩的命中加2% 以及这个恐惧的抗性加2%这样子 好那这个都是要4个凭证 就是你买4包这样子 好那再来就是死神啊 死神的话是可以拿去制作东西 就是可以做一个服食变换食这样子 那一样是4个去制作一下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 含服的这个更新 主要来讲呢 我觉得算是这个地图就是 波罗斯妖魔的战斗基地 这个算是蛮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好那这个地图的强度会改的如何呢 好明天的话呢 我可能会用一下我弱弱的机体 去试试看这边的怪物 以及它的数量 经验值等等的这个东西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但我觉得应该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变成雅丁大陆的战斗基地 大家会去那边抢王之类的 好那不论如何呢 这个新的改版总是值得我们去期待一下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么这个影片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